我女兒已十八歲,你有兩名牌耳 你將我獲取 every single point 我獲取一輪,我更獲取 every single point 不必照顧小女兒才獲取 不要賴 就是這次 gonna去哪裡呢? 你兩個子女還可以賣ина? 你那裡的婢女 prose出個情況 拍下來 有個化妝化得不得了 然後用下水晶架滾出來 突然變成瘤瘤瘤瘤衝到門口 快點 用不到車子 女人成了媽媽之後 脾氣很壞 很猛烈的 未有之前仍是一个我拿多姿的女孩 如果太太是一些OL 或是做行政管理人员 就更糟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所有事情都要控制 九点回到学校 五点落堂 五点零五分就到家 这些全部都要控制 这项饭15分钟要吃完 接着就要洗澡 计算是很清楚 但是谁不知那个儿子是不合作的 这个就是整天会发生的情况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冲突 是在于大家对一些东西的定义不同 如果你能够从他redefine的时候 问题是化解于模型的 举例 一个情况是always会发生的 多数会发生的就是 新闻子起了身后 咪咪摩摩 我要去书书 烧书完之后过了一会儿 咪咪摩摩摩摩摩摩就摩下了 那么为什么你还没有照过她呢 其实书书和摩摩可以分开的 但你作为父母就很愣着 这一短时间 大佬我要送你回学校 要校车在下面 然後他會吃麵包又不吞 我會發偶豆 這樣就不動了 我小時候被媽媽摔東西後面拍來 醒了沒有? 一拍就吞了麵包 總而言之 一個小蚊子在你的成人世界當中 有千奇八怪的表現 為何你含著不吞 你的肌肉還未醒 你的肌肉 你理解不了 因為你有一個很固執的時間表 何時何時要完成什麼 所以這個可能是成人世界和孩童世界 對一些時間觀念不同 但問題是這樣的 你和老婆最大的珍惜會是 不是你 就是很多男人和老婆珍惜在這裡 老婆要趕著兒子上車來 那男人說 吵什麼鬼? 我現在還在房間睡覺 你現在沒事 這麼幸福嗎? 我負責那個位置 我負責照他回家爭 所以 那你怎樣處理 很麻煩 很急 要出口了 其實要解決一個問題 從什麼出發呢 就是 早點睡 早點起床 如果有些充裕的時間 你自己心裡不會太急 小孩子會有多些時間發誤痘 是不是 其實原來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要預算發誤痘 要預算 明明6時起床 5時沒有叫醒 5時半 真的沒有人性 你計算一下時間 通常發誤痘 發誘痘 多久 你在這種情況下 最大的好處是你自己 你自己不會太容易失去 這個其實可以解決問題 而不是經常 你發覺很多父母都是這樣 脾氣很壞 例如說 如果要10時睡 9時半 或者9時半 就要爬上床 就讓他疑惑 考完一輪才10時睡 你不要想著 10時睡就10時上床 10時睡 不可以 還有 你要預算賴床時間 這些所有其實是一個時間上的偏培問題 我當然只是舉一個例子 用這個例子來說 很多時候你回心一想的時候 其實是你將你成人世界的定義 放在你身上 還有做事的速度 是的 你一起就起了 如果他起就起不了 吃飯你就吃飯 還做什麼其他事情呢 但是小孩子一邊吃了蚊子 很多事情做的 他吃飯是很多事情做的 但是大人做不出來的 當然你也要配合 如果你真的想舉例 在一個吃飯的環境當中 如果你關掉電視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電視引了他的 attention 他之所以不爬飯 是因為電視吸引了他 你怎樣可以 能夠讓他專心吃飯呢 就是你盡量剪掉所有會 能夠掌握到 attention的滋擾 這也是你父母要作出犧牲 你看開的電視劇 你就不要看了 這是很重要的 男人也未必追劇 女士追劇的時候 吃飯 八點半鐘 當然是大家在這裡看 然後大家定了鏡 定了鏡之後 一賣廣告就看 為什麼你這麼做 為什麼你這麼做 其實你發現 生活上很多事情 你成人是有責任的 即是 那個慎恩仔的行為的模式 你不要只是責怪他 成人最容易的 手指一指 那就搞定了 誰叫你大過他嗎 各方面的權力你大過他嗎 就像政府一樣 以大哈勢 很多時候成人世界 是在做政府的角色 就是極權那種 所以其實大家要回心一想 就是從所謂的定義 或者如何協助你的小朋友 去做到你想去做的一些工作 所以現在男性和女性的思維方法 雖然不同 但是最重要是哪一個是活動的 就是採取那個人